台湾的雨量大约有三到四成都要依靠台风 不过2020年总计共有22个台风 数量比气象局公布的平均值 每年25到26个台风数量略低 更特别是 22个台风没有任何一个台风直接侵台 创下56年来的第一次 而除了零台风之外 今年2月杜鹃台风生成 这是近40年来第8个二月台 种种状况一再影响到降雨量 专家预估 未来台风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少 不过强度和带来的雨量 确实会越来越多 在全球气候变迁之下 影响的范围不止台湾 美国德州更是出现罕见的冰封暴 造成严重灾害 气候变迁警钟俨然已经敲响 我们从整个记录上面来看的话 2月台风生成的月份 其实是最少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大气的条件 其实非常不利于台风的生成 我们过去来说一定是异常 不过随着气候暖化 这种异常将来会变成常态 所以台风它侵袭的时间 对我们来说就越来越难掌握 从气候上来看 2月是西北太平洋上 台风生成频率最低的月份 就是因为垂直风切大影响 热带气旋不容易发展 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只是近年来频率越来越高 2018年2019年都有一次二月台 不过最特别的状况就属去年 去年其实是真的是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的台风的旺季 生成旺季是从7月开始 7、8、9、10 7月平均大概就有3到4个台风的生成 但是去年非常的异常 7月都没有一个台风的生成 就是零挂弹 去年不但7月台风挂零 台湾更像有金钟罩一样 整年下来完全没有被台风直接清洗 创下56年新纪录 台风不靠近台湾 也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全年雨量大概有3到4成 都要靠台风挹注 中研院环境变迁中心研究推估 2075到2099年 青台台风数量将少44%到54% 台湾附近的海温将上升约3度C 台风的水汽将增加25% 风速增强4%到8% 雨量增加30%到40% 就是未来的整个西北太平洋 菲律宾海上面 就是富人太高也很强 那时候我们富人太高强的时候 它就是不适合对流 或者台风这些系统低压的发展 所以它都会被压抑 富人太高之所以强 是因为其他地方的海温增强 造成这边的富高比较强 意思是未来整体雨量 看起来不会变少 但可能会集中在单一台风上 也就是墙台或者豪大雨的机会 可能增高 可是豪大雨的时间 现在说得越来越短 虽然说强度很高 可是这个它的时间少 所以对我们的水资源的帮助 也不好 那因此来说 从长期来看的话 因为气候暖化的影响 台湾的水资源极端性 让我们干旱的威胁 将来会越来越大 而令人担忧的是 这种天气剧烈的变化 并非未来式 而是现在进行式 美国的德州 夏季均温在32度 冬季也有20度左右 今年竟然出现零下15度 以及暴风雪的状况 造成大停电 整个城市被冰封 宛如电影明日过后的情节 对台湾造成的影响 是在跨年的寒流 不少县市都低到10度以下 而在更上一次 富北极震荡影响到台湾 可以追溯到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这个部分到底跟全球暖化 有没有关系 其实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都还在研究当中 那只不过说 我们有注意到说 所谓富北极震荡这个现象 比较明显 是在2000年以后的情况 会比较明显 那我们也知道说2000年以后 这个全球暖化的情况 好像速率有增加的这个情形 平流层为何变暖 冷空气为何从北极频繁流出 详细的原因可能还需要 更多研究资料证实 气候变迁敲响警钟 各种异常状况开始变多 让人不得不正式面对